从小祖母虔诚的信仰影响了我 在18岁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受学校团契学姐邀请 参加了一个营会 讲原意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 反面的传讲跟随主要计算代价的信息 他说有30个理由 如果你不能为主放下 我劝你不要当传道人 那一天当每一项被提出来的时候 圣灵在我的心中提醒我 这就是我不能为主放下的 信息结束后 我们唱了《献上活祭》这首诗歌 第二节一句歌词这么说 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 直到在你怀中安息 我回应上帝 主啊 我愿放下自己仅有的完全为你所用 在1998年 三年到塑毕业礼的那一天 在从毕业典礼回心神的巴士上 一位我敬重的老师问我 欣慰 如果你有机会继续进修 一定要优先考虑回心神教书 这是我回来教书的开始 周间不外乎就是备课 在课堂授课 指导学生撰写论文 还有关心学生 同时也参与在学院的图书馆 购书发展委员会 图书馆翻新计划 化学系的牧养关怀小组 和新生入学申请的审核程序里 周末我就参与在教会的教导 关怀的服饰中 在备课和授课方面 过去三年疫情在教学上 带来很大的冲击 有一段时间不能面对面上课 这却也推进了线上课程录制 以及混合课堂教学的发展 因此在立场的教学之外 开始需要设计预备和录制线上课程 期待借着精心的设计 能够激发互动促进学习的效果 平日我除了生命塑造小组 和身为班导师 对班级同学的关心之外 也常常关心已经毕业 出去服侍的校友 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建议 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给他们辅导和扶持 期待他们在服侍上靠主得力 忠于主的托付 在周末教会的服侍中 不单需要预备教导 讲座讲道的内容 也借此机会关心本地校友 教母了解教会领袖 服侍的挑战 为他们祷告 同时也积极参与在自己 所属的教会肢体生活和服侍里 在2010年圣诞节 举家搬迁从美国回到新加坡之前 我问了一位在进修的时候 曾多年担任他的助教的老师 Dr. McGarry一个问题 我问他说 身为几十年资深神学院的教授 你对我这个即将开始服侍的新手老师 有什么劝勉吗 他想了一想 回答说 将来你在神学院的服侍里 要记得两件事 在老师团队里 做一个全新支持团队的好同工 在教学里 做一个总是以学生学习 能够得到最大好处 为考量的好老师 愿我们无论在哪一个服侍岗位 都忠心 全心 爱神 爱人